第一件事情是希望說 可以把這個每日外匯參考匯率 第一個把這個data給抓下來 那它已經提供給我們這個東西 而且告訴我們王子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有剛剛那個概念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一個ASP的程式 問號的話是帶一個參數而已 有沒有這個叫什麼 data name data name是這一個 所以其實如果傳遞 你假設知道它應該傳什麼參數的話 其實也會變化出別的資料 那其實這個問號後面就參數 其實就意思是跟那個 那台主機 24小時開著那個server 跟它溝通 說我要什麼資料你給我 但問題你要知道到底要傳什麼參數 可是有些它不告訴你 你當然就不會知道了 可是如果你知道這個規則的話 其實主機上面很多資料 它就會自動吐出來給你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當然會牽涉到一些資安的問題 不過它既然有提供給我們這個訊息 我們知道 第一個 它的網址在這邊 所以 將來你們可能慢慢也要去了解一下 它的server在這裡 網址在這邊 然後它的程式 它的這個頁面在這裡 後面有個.asp 點asp就是它用的技術 它用的技術就是一個動態網頁的技術 就是ASP的技術 然後傳參數 這個可能要慢慢看得懂一些關鍵了 以前可能 你可能看到這些 你會覺得它是一串網址 但慢慢你比 假設你越來越有觀念之後 原來這裡面還有一些這些東西 另外的話 它如果後面有傳遞東西的話 那OK 你就可以解析 但是我剛好提到 另外有一種是它沒有傳遞東西 可是卻可以改變 比如說什麼 我舉 其實後面我會舉個例子 其實主要是針對這個 你們可以移到這個地方的第五頁 這邊有個叫做延伸的一個 因為剛剛那個連結 它裡面是提供好像是固定時間的一個匯率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自己查 比如說我想要查哪一年到哪一年 它好像十年內吧 你當然可以查 比如說我不要查這麼近的 我要查比較之前的 當然你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key 好像20 我看一下 20 比如說我要想要知道 這個匯率 美元的匯率好了 比如說 2020好了 比如說2020的這段區間好了 它的匯率大概多少 送出一下 那你會發現 我按下送出之後 它就會幫我把2020的11月1號到12月5號的資料給吐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按下送出之後 理論上它上面應該是有個網站有沒有 然後它哪一個程式去執行 可是你會發現它後面居然沒有問號 但是它卻可以吐不一樣的資料出來 它沒有傳參數 可是它為什麼可以改變 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所謂的Post 也就是說它的參數 其實它躲起來了 也就是它是藏在哪裡 它是打包 打包在一個package 就是打包到一個package 一個包裡面 然後再傳給Server 偷偷的傳給它 但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知道它到底傳什麼給Server的話 那我將來如果要改變的話 我想要 也要知道的話 我可不可以偷偷的去偷看 偷看它裡面的訊息 跟各位講 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 爬蟲有那種簡單爬蟲 像剛剛 有沒有大樂透那個就是看得到的 那是屬於簡單爬蟲 那有一些是在什麼 爬蟲還有分進階爬蟲 就是說怎麼樣 它就是不給你知道 但是你卻還是可以知道的話 那你不就可以自己去變化 得到你想要的 本來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以透過一些工具 還是可以查得到 那至於要怎麼做 我們後面會再跟各位說明 那你可以看到 在2020年的那個匯率 它是多少 28塊 28.9有沒有 那如果說2021吧 去年好了 去年的時間 如果2021的話 你看一下送出查詢看看 那時候的美元是多少 美元是27 有沒有 27 然後最近漲到32塊 27.8到32 其實相差多少 你知道 如果你假設 你這個時間點買美元 你不要做什麼事 你放著 你等於 就馬上增加了十幾%的獲利了 你大概半年內 它飆到32的話 所以因為剛好 我那時候剛好運氣還滿好的 我就那個時候買 而且還買滿多 我想說應該會漲 結果感覺 怎麼每天看我那個帳戶裡面 怎麼每天都增加很多錢 奇怪了 因為它會自己換算幫你跟你講說 你的那個台幣 比如說假設100萬好了 一天就增加1萬 一天就增加1萬 因為它只要一漲 一漲一漲 那感覺好像每天奇怪 我沒看嘛 我怎麼馬上就增加那麼多錢 但是 最近又有感覺了 因為最近一直跌 奇怪 我的錢怎麼每天又要再跌1萬塊 跌1萬塊 結果 所以後來乾脆不要看好了 因為買得多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那個投資 股票 那個什麼 它每天都在看股票 因為它差一點點 它就是 會感覺它差很多了 所以可能一個波動 它可能今天就好幾萬塊的進 但是你 隔天 可能又一下子又跌 你可能好幾萬塊不見了 所以有時候 如果做投資 可能還是要長期 不然的話心臟會受不了 每天光看這個數字 但是呢 其實也還是需要投資 你如果不投資的話 你會發現 你的錢真的就少 像我那一天 我去那個三香巧服 吃那個牛肉湯麵好了 那牛肉湯麵 我記得我大概 高念高中的時候 大概30年前好了 那一晚 那時候才40塊錢 好像35塊還是4塊 現在的話應該 牛肉湯麵都80塊了 等於是說 經過30年 差不多啦 30年 等於物價就翻一倍了 OK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不做任何投資 你錢放在銀行 你30年之後 你的錢就變一半了 可能你本來100塊 你變只有剩50塊 OK 這不對啊 怎麼會變少呢 所以你不投資還真的不行 而且要選對投資的方式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兩個重點 第一個先把資料抓下來 我們抓資料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直接抓這個資料 一個是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後面再來看 所以這個資料 我剛剛有提到 它是一個CSV 而且它是Big5 如果要抓 我們前面好像有講過 其實是可以利用 一樣用Query Table 所以這邊一樣有個範本 所以我想你們也可以直接 拿這個範本 然後把這個網址貼上去就可以了 你看 把它 delete 掉 OK 另外的話 這個編碼方式 所以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哪個網址 一個是哪個編碼方式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第一頁 這一段程式 先把它Ctrl-C 那改兩個地方就可以了 改哪個地方呢 就是第一個 它的網址 所以你把Excel打開之後 然後開發人員 找到Visual Basic 然後把程式貼 記得貼到哪裡 貼到模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這個程式貼上 那次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 選項 拽寫風格 我把它改成12號字好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Test 分號後面 記得加上那個網址 那網址 我這邊有一個就是 就這一串 有沒有 就這一串 它的網址 好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貼上 OK 那它就知道 要抓這個資料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點Test File 的Pattern Form 後面的話 請你加上950 那為什麼950呢 因為如果是那個 Big 5的話 那就950 可是如果它顯示UTF8 因為還滿多是UTF8 那就是65001 OK 反正就是這兩個數字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 那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也沒關係 反正你先 先65001看看 OK的話 那如果OK 你就改950就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執行 它會下載 那因為我給的編碼方式 是錯誤的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馬上錯誤 那怎麼辦 很簡單 把它改成950就好了 那再執行一下 這個第一行是清掉舊資料 所以它會先清掉舊的 然後去下載新的 這樣就OK了 好 那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是先把資料抓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繪製圖表 那繪製圖表的話 其實主要是利用什麼 什麼功能 其實是插入有個圖表 圖表的話 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折線圖 而且是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先給它 因為如果是折線圖的話 通常是以那個 橫軸是日期 縱軸是那個 就是假設美元好了 那所以我們可以先怎麼 先把A B兩欄 A1跟B1選到 然後Ctrl去的向下 接下來的話 選範圍 接下來就是折線圖 你就點選所有圖表裡面的折線圖 你可以先點這邊建議圖表 或者你直接找這個折線圖也可以 然後找到這一個 含有標記的折線圖 你按確定之後 它就會幫你繪製出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奇怪 繪製的結果不對啊 主要就是你要選的範圍要選對 跟它講說 你要哪個範圍是橫軸 哪個範圍是縱軸 那給它一個訊息 把它繪製出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試著把資料先抓下來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把它繪製成 類似像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圖 可是繪製這個圖之前 可能還是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它下載下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欄位是錯誤的 也不能說錯誤啦 日期這個欄位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把游標放在A2好了 它裡面顯示的就是2022-1101 應該看得懂應該是2020的11月1號 所以上個月的1號 這樣好像沒有錯啦 可是跟各位講 你把它往右移動一下拉寬 它會靠右對期 所以實際上它這邊其實看起來是一個日期 但實際上在Excel裡面認知是一個數字 你講說老師不對啊 它不是我們看 問題是你看得懂 但問題是Excel 它會認為是數字 那怎麼說 如果是日期的話 記得年跟月跟日中間要加斜線 如果沒有加斜線的話 它會把它當成數字來看待 所以我們可能還需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要把它轉成正確的日期格式 否則的話 你將來在繪製圖表的時候 會發生錯誤 OK 可是要怎麼樣讓它可以變成正確的日期 試一下這個部分 所以先試著把資料先抓下來 然後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A欄的部分 如何讓它變成正確的日期格式